其实最近一两个礼拜 如果身上有多题材的设备股 真的是夯暴了 就算一开始没有涨 后来都是挡挡 涨停板 这让大家对这个设备族群 又重新有了信心哦 不只是机器人 如果他有扇形封装 如果他有COAX三合一更好哦 艾伦要从动能来教你 还有没有形态 现在正在转好的类似的股票哦 好艾伦现在是 星期五晚上 好 哈哈哈哈 上次很多人看到你跳了一段 机器人物哦 光看五其实可惜了 真的 因为里面有特别讲到 蒙力是你兄弟 对 那现在已经创高又涨停了 所以很多人说 又涨停的时候 才会去想想他的好嘛 没错 之前还在蹲点 可能感受不出来 没关系我们有艾伦 好 艾伦继续帮大家找 现在有机会蹲点向上的哦 那再来 其实你之前帮我们讲过 重点族群 是 华晨还没有关出来 先创高 是 关出来就重挫快要8% 是 到底是不是一个 上车的机会呢 好 我们今天呢 就先来看机器人 然后再来看这个重电类 好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来看 最近还是有一些题材 这个是马斯克这边的 特斯拉的这个人型机器人 所以最近又好像有一些话题 开始吵起来 那另外一个是8月的 这个工业自动化展 好像有点提前发烧的感觉 所以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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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火热 我想很多非常 好 你看到这些相关的 机器人 其实这些就是超级小妖谷 对 那个昆盈啊 尤其尹汉 然后罗森现在也被人说是什么 第二个索罗门啊 等等的 其实都很恐怖的涨幅 我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对 那蒙利还算是比较 温和 正常的 对 只能说正常 对 因为像昆盈这种 或者是罗森这种 还有尹汉这种 其实 我记得前面都是这样子 每天都跳空 都是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找一些 就是我会觉得真的是比较不错的 但我没有说他们不好 只不过我可能比较 我比较认识蒙利 对啦 你比较认识蒙利 5月16号就有特别来讲 半导体加机器人 事实上它就是基本上双提材了 对它是双提材了 而且那个时候以线型来看也不恐怖 对 因为它这边已经很明确的在做一个相形整理 我们都喜欢找这种的 那突破其实更漂亮 后面我们有说嘛 有机会突破75块再看看 那确实这边涨停 开始攻击 攻击 那我觉得这个三位数应该有机会来 就是看后面三位数还好 不是四位数 不是四位数 四位数我不晓得 对对那三位数应该蛮有机会 这个走势非常的凌厉 那当然一样转弱迹象 就是我们之前有教过的 它可能一根黑K吃红K 然后又报一个超级大的量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稍微停看停 但目前为止是没有的 所以应该如果是已经有买的 朋友可以继续抱着 没有问题的 好那主要宣布逻辑也是一样 我们族群起掌 当然就是机器人了 那再来第二个是题材热门 机器人超级热门的 对那再来第三个 我们就是回归技术面来做操作了 好那形态逻辑呢 我都会找这几种 第一个下降趋势先破坏 原本是这样子的 然后突然有一根去做突破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相形整理 相蒙利就是相形整理的 对相形整理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不要说它不一定会涨 或者说它涨的时候不知道要等多久 对那只不过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是 你的停损点非常好抓 我就是把这个相形整理的最低点 当做是停损点 对那只要这边守得好 就耐心等 如果破了 那我就停损找下一档 对那再来呢 另外一个就是多头拉回 碰支撑的时候 去做介入 像现在已经多头拉开了 所以想要做介入的朋友 我觉得现在很难介入 毕竟短线真的30%了 那我回落的时候 能不能碰一个五日均线 或者十日均线 然后开始去找我下一次进场的买点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选股的逻辑跟形态的逻辑 OK所以依照这个逻辑 我们来看一些 可能有机会去突破 或者是刚刚做突破的 好 对第一个就是佳能了 那佳能其实前一阵子 走势也非常的强劲 这边曾经有一段 那在更之前也曾经有过一段 对那不过这一段的过程中 这边进入了一个非常久的处置阶段 对这里都是相形处置阶段 长到被处置了 对那这里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他也是处置之后打开 就直接关一根跌停板下来 出关后反而没行情了 对就有点像现在的华城 对那这边开始呢 跌停之后 真的继续向下修正 对那修正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里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线 对 那这边先做一个突破了 对那今天虽然涨停板 但是我觉得这根涨停板 非常具有意义的是 我们前面有说 这边是一个相形成立对那相形成立突破之后 突破压力 所以压力会转支撑 同样的 如果压力跌破支撑跌破会转压力 对所以今天这根红K 其实刚刚去站上了这里的最低点 或者说这根黑K的最低点 所以他是突破了一个明确压力区 对那我们就可以去注意说 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新高高前高 那我接下来能不能有一个补涨行群去挑战这个64.5块 对这个是加能的部分 大户的持股你会参考吗 因为在被关的时候没走 一关出来哇塞 对所以这边可以注意的是 他们这里真的是大户有在卖 对那因为大户持股他一周更新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周末反而可以去注意 这一根大红K之后 他的大户持股有没有开始做一个增加 对有没有做一个增加 那甚至开始增加的时候会不会下一周继续创高 我能够继续增加 那就代表大户不只是上车嘛 他还在追车 那也许行情还可以再更期待一点 河村呢我们刚刚讲的是压力还没突破的 但是河村是突破的 昨天刚突破 这种现在我们都很尊重 对啊 这种感觉上 这个突然就是没事就是这样乱冲一通了 那可是你看我们可以注意到 刚刚加能也有这个形态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红K开始带量攻击 那只不过河村的走势稍微领先一点点 他已经去过了今年的小高点 那当然今天有点上影线 不过我觉得这个上影线是可以短线 不用这么紧张的 量能还算稳定 那整个也没有翻黑大黑K 或者是跌破昨天的最低点等等的 其实形态上都还算健康 也都还可以去注意 那这边呢 这个外资是有去做买超的 对 好那再来河村呢 他的这个整个里面会比较偏向的是一些 像是这个楼层清洁的机器人 或者是餐饮送餐的机器人 对 那还有像一些这个物流的自驾车等等的 好那在这边呢 他们有预估2021年到2025年 清洁机器人整体的市场 会有十倍左右的成长 所以河村算是机器人里面的 这个领域的精英 对 所以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形态上有转强的讯号 那整个题材也是跟机器人比较相关的 而且讨论度比较低 对 后面看有没有部长的行情 好 虽然不是人形机器人 但是这种是一定有营收获利 已经进来的那一种 是的 而且感觉他这边写起来 我个人认为市场背后应该成长的 这空间蛮大的 是 我们就来看一下华金科 这跟视觉也有关系 是的 他也跟视觉有关 他主要是做一些 他原本他是算是归类在 这一个生计股 医疗类 对 医疗类 对 那他里面有 我们先讲他的一个基本面好了 他有一些医疗的 然后电动车的 机器人的 还有低功耗 AI晶片等等 好 那主要一开始的最热门的话题 他是跟所罗门有携手合作 是 做一个AI 3D感测的解决方案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他是机器人概念股 他里面也是站在视觉这一块 对 所以也算是一个 比较核心技术的一个公司 对 那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机器人这边 结合先进3D感测技术 跟AI提供的高精度视觉的解决方案 主要跟机器人有关的是这个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技术面上 老样子下降趋势 现破坏 对 那刚刚讲到了什么 昆盈啊 尹汉啊 都是这样子嘛 都是长这样子 对 所以这种我必须说啦 即便是右侧交易来讲 我也觉得很难介入 对 那我不如去想说 有没有一个相对 可能形态上出现了一个空方转强啊 然后成交量开始放出来啊 然后形态上有转折的这种形态 然后去看一下 他前高后面有没有机会来做挑战 那如果突破的话 我位阶也很低 他说不定补涨行情走势 后面也不会落后原本的强势股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给大家 因为也是来做分享嘛 我总不可能说 尹汉五根掌停板 然后追追追 这样子比较困难啦 比较困难 是 但是这边还是要帮观众朋友问一下 是 当我们看到今天一打开APP 他就是一根掌停板 是 尹汉啦 罗生 真的都不能介入吗 还是我可以顺腾摸瓜 到一句队长讲的 继续摸一下 摸一下 当然这一定没有问题 可是摸一下重点是 会不会摸到大白沙 对啊 对嘛 会摸到大白沙 对啊 如果你知道 因为有一种操作方式是 我真的就是很多移治所的 我就是挂掌停 在那边接 因为我今天一定没戏了嘛 因为我挂掌停买到 我就一定是亏钱 因为扣手续费 可是我明天 我赌的就是明天 会不会继续移治所 对 那这种状态之下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觉得强势股 这边用可以 可是你的停损点 老样子啦 我们可能紧绷一点 抓个10% 那可能该走的要走 对不然的话 有时候啊 这种阻力拉得很凶 他那种杀也是杀很恐怖的 对所以我会觉得风险至上 对风险至上 风险至上 这一种的比较有把握 对我会觉得这个比较 操作起来可能比较 不会心脏这么 肾上腺素这么多 好那这个心脏也是要大扣 是是是 其实本来希望今天华城出关 是有一点好新闻 好消息的 因为艾伦 现在要帮华城输电 好输电 我们看这样子一个电流 对不对 我们看这样子一个电流 有没有 真的去学一下 有没有 好 你今天不阻止我 你今天不阻止我 通知到吗 现在要帮华城输电 好输电 我们看这样子一个电流 对不对 我们看这样子一个电流 有没有 真的去学一下 有没有 好 你今天不阻止我 你今天不阻止我 我们这样通过来 我们这样通过来 嗯 好 下一半一看一下有没有用 对快没有用 没有用就我下次再来一次 因为上次阻止你 他们说让你跳太短了 是是是 今天随便你 好 好 我想说我看剩四分钟 开玩笑 开玩笑 好 那我们讲回来 华城今天 其实最近很多股票是这样 这除全席就是赏尼跟黑黑 是 对包含今天 不是除全席 他出关 出关 对出关 不好意思太热了 头发还好吗 OK 除了华城之外 今天出关了 还有一个讯星KY 是 也是一样 直接吃一坑黑K下来 对 那就变成是说 哇 我前面都没亮 怎么一出关 马上就出现一个 所谓的爆亮黑K 对 那在所谓的形态上 其实是不是这么健康的 但是我会觉得 这边的形态上 我们第一个他有创高 对 那第一个有创高 第二个他均线今天 我会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这一个支撑区 在前方的864块 864 864很远 他都1015了 是的 没办法 因为他这里 现在只要一根跌停板 就是跌100块 对所以可能大概有10到15%的空间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原本是这里 原本是这里 可是因为今天跌破了 那跌破我只能在向下找支撑 对那再加上 这个上弯的月线也要来了 所以我们看周一华城 能不能先出现一个明确的止跌讯号 像这里曾经也是大黑K 就是隔天假跌破 出现长下引线 对那看我们能不能维持这样的走势 对那这个是华城的部分 那华城比较贵 那我会觉得出关送绿K 形态还算OK OKOKOK 出关送绿K 形态还OK 对 下方的支撑 我们先防守一下 好那重点 我相信这些 没做过应该都听过了 对 但是今天表现就没有 都跟华城了 有人还不错哦 对像是中兴店 中兴店今天有创一个盘中高点 然后最多涨到4%多 那当然了 盘中有受华城影响 直接杀到红K以下 对那不过还是收场一趴 对那中兴店呢 最近的热门题材比较多 主要是因为他这个 跟大厂洗手合作 有接到美国的订单 对那订单的金额 我必须说不多 可是他是一个 对中兴店来讲 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就是他跟着华城 跟着这个市店 甚至是大同切入美国的市场 切入美国市场 利润会好 这件事情大家有概念 没错 但是偏说金额可能贡献 还没这么大 对那可能营收还没有办法 马上表现 不过呢 他前面还是有其他营收 在做支撑的 订单在做支撑的 就是强热电网计划 2024年跟2025年呢 会有600亿 跟接近800亿的 这一个订单 会进来做分时 那中兴店呢 其实在GIS领域 他算是台湾独家 对那整个市场高达了八成 也算是寡战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可以注意中兴店 后续的表现 但是我必须说 中兴店的股性 应该是这个 我们所谓的重店四公子 重店四雄 对里面 他的股性应该是最差的 对因为就涨也没人多 跌一定不会少他一份 没有错 可是为什么还是可以看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 主力最近买最凶的 好像是中兴店 而且投信也跑回来买 是的 所以中兴店在筹码上 我个人认为有转强 然后再来 这个题材面 有这个新闻 那再来技术面上 我也觉得 他是里面应该短线上 除非 除了华城创新高 但是他应该是里面 相对比较好看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昨天呢 去突破了这个 箱形的平台 也是突破箱形平台 是的 那既然突破箱形平台 今天呢 又维持一个正常的成交量 虽然有个14K啦 但一样盘中是有新高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挑战的 就是前高 221块 我会觉得是很有机会的 对整个重点来讲 华城已经过高 对 那雅力跟这个市店呢 我觉得他的前高位置 还有一点远 是 然后中兴店 因为之前涨比较少 所以前高比较近 对 这一档大家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 好 那再来呢 还是一个雅力 好雅力 雅力其实今天 昨天盘中是有做突破 前高155的 是 但是最高点还要158 可是呢 收盘价没有站稳 可惜了 但是我会觉得啦 这边已经开始慢慢的 这个均线开始跟上 对 那盘中虽然有突破没站稳 可是既然有突破 我们再看一下 能不能继续去出量电高 对 那雅力的股本也比较小 所以他如果要涨起来 应该是最活泼的 对 是最活泼的 所以这两个 都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参考 好 这边非常谢谢 近期风火人艾伦 这边的股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